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7日 星期六 這節繼續講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其實有很多 荒誕 離奇古怪的東西 上一節跟大家說了 說這一個 就是網上遊戲 手機遊戲 中國官方說這些是精神鴉片 這節不是說精神鴉片 今次 就是真實 真實的鴉片 如果你說打機是精神鴉片 換句話說 中國大陸 每一樣東西都不放過 每一樣東西都要管制到底 這就是共產主義的鐵拳 這就是社會主義鐵拳 要向著 每一樣東西 人民生活的每一方面 盡情指握 話說中國的官媒有發新的警告 電子煙 以及白酒 全部 也是精神鴉片 官方媒體發文章評擊的東西 說明中國大陸就是會嚴加打壓 換句話說 電子煙 白酒 相關的金融 股份 又試大跌 跌不停 中國大陸到底什麼時候才跌停呢 每一個新政策推動 不是 要把 覺得自己是實體經濟 實際上就是金融泡沫 每一樣東西 就把泡沫刷爆 到底在玩什麼遊戲呢 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記得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繼續支持本台的所有節目 包括傑仔 還有小啤 小啤的節目越做越好 甚至乎他做的節數 有些節數也相當高 其實幫忙了我們很多 小啤的產量當然不可能就像我們 但是我們就是做得比較久一點 經驗豐富一點 實際上時間表還是太過緊迫 接下來 如果那個業務真的在擴展 那個網台 業務 我們參與那個部分 可能真的會有所調整 或者 有所下降 不過也是那句了 我們仍然認為我們本集團 星期二集團 最重要 的核心業務 始終就是這個星期二得道的網台 以及這個黃色媒體 所以就一定會做好他 剛才已經幾次都說了 我們昨天說錯了這個香港運動員的名字 我不夠睡覺 所以就是很沒精神 腦子就不是很正常運作 明明是知道那個字 但是也讀錯了 今節就繼續 跟大家說回這個 電子煙 香煙 還有白酒 中國官方 又不放過他們 一時就說國酒 國酒茅台 一時又說 這些就是 精神鴉片 又或者是實體鴉片 話說前天中國當局 官媒接連報導這個電子煙 還有酒精 影響健康 真是厲害 你現在才發現 原來 你賣了 十年八年 還搞上市 甚麼集資都做齊了 又說國酒茅台 你現在才說酒對健康有影響 你還有沒有神奇一點點 中國大陸就是這樣 共產主義鐵權就是 他說對就對 他說錯就錯 換句話說 毫無邏輯可言 喜歡 做甚麼就做甚麼 這個 就是 跟一個徹底的封建獨裁 根本就一點分別都沒有 某程度上 就是比起那些所謂 恐怖分子 又說是伊斯蘭極端國家 甚至乎比那些國家還更加極端很多 中國大陸政府就說要嚴格 控制這個遊戲機 手機遊戲 現在又說要控制這個電子煙 以及酒精飲品 有大量的投資者 投資專家就認為 現在是中國大陸要預告 要整治這個電子煙 以及酒精 會把他們列入 嚴格的監控範圍 進入 這樣搞一搞 令到 中國大陸的股市 跟相關的 行業有關的股份 集體暴跌 結果電子煙 和白酒類的股份 在星期四應聲下跌 集體暴跌 話說新華社 新華社在4日的時候發佈了文章 警惕電子煙流向未成年的人 標題就是這個標題 於是電子煙的股份 斯摩爾國際 在股市裏面大幅下挫 一度下挫超過7.8% 中國A股的電子煙 全部都有相同的情況 跌完又跌 跌不停 還有這個叫做彭輝能源 大跌超過9% 還有這個叫做勁家集團 真的厲害了 不過跌5% 連在美國上市的電子煙巨頭 無心科技 也跌了4.95% 中國大陸有政策 永遠不會在你下面的 他喜歡反對的時候就反對了 中國科技部網站 也發佈說加拿大有一項研究 發現 部分的癌症 和飲酒就是有關 說真的 這完全不是一件新的事 酒精對健康構成影響 煙對健康構成影響 這個已經不是 第一天知道的事 早前有很多不同的調查 和研究說酒精對人的影響 甚至乎 可能就比起其他東西 例如一些 不是很嚴重的毒品 更加影響得很厲害 所以真的是 嚴格來說 當大家變成成年人 去認真去思考 到底一件事到底應該合法 還是不合法 你就會發現 其實中間是有很多矛盾 到底一件事應不應該合法 在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是應該 通過一個有民意授權的 立法會 去決定 一件事 要決定那件事 在一個地方 合不合法 所以這個其實 嚴格來說是一個集體的決定 為什麼民主 可以確保 人的自由 能夠得到保障呢 最根本原因 就是在於他用制度 就算通過了法例說那件事是犯法 一樣就是有灰色的地帶 甚至乎 立法可以再討論 一件事到底應該還是不應該 這件事在 極權的國家永遠都不會發生 極權的國家 那些權貴 那些高官 全部都是凌駕在法律上 換句話說 他們不是真的 去advocate 建議 或者去辯論到底一件事 應該還是不應該 他們利用公權力 自己 私相授受 凌解法律上 叫人家 老百姓不准吃煙 不准喝酒 他們自己 就是大魚大肉 餐餐飲茅台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這個就是 所有 享望自由的人 常知討厭的一件事 但這件事中國大陸 經常會出現 口說要禁精神鴉片 實際上高官 自己在做 共產黨黨員全部都是做相同的事 官媒 文章一出 國酒也大跌了 貴州茅台 跌超過2.8% 連五糧液也跌了3.8% 官方 一說 應星就下跌了 股市就跌不遠 所以根本你說 投資中國大陸 只是一句 新華社社論 你有沒有列入去 招股書裡面 作為一個風險考慮呢 完全沒有 所以 還好意思說自己來上市 一個共產主義 極權社會 就是每一件事 他喜歡五時花六時變 大家問一個問題 一個國家的立法改變就需要醞釀討論 新華社社論到底背後是甚麼人寫的呢 背後有沒有充足的辯論呢 背後 制止一件事 贊成一件事 理據是甚麼呢 背後是不是有科學家幫他做過 詳細的研究呢 每一個答案 很明顯都是否定的 換句話說就是那些黨棍 做了共產黨的官員 我喜歡做就做 甚至乎 裡面還牽涉著權鬥 貪污 我要打擊對手 對方 做騰訊 做手機業務 那我就寫文章 攻擊 說這些東西 是毒品 這樣就可以打擊對方 所以我們真真正正追求的 不是 純粹 是要跟中國大陸一個區隔 香港之所以在尋求 他的自由 尋求他的獨立 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就是如此貪腐 就是如此無賴 如果你是擁有一個良好的制度 每一樣東西有諮詢 對市民負責 其實就沒有人會離開你的 台灣也不會 跟你這樣對峙 所以 就是沒得好說 這個共產主義鐵權 社會主義鐵權 留給你們自己啦 最近中國大陸的黨媒 不斷向著所有不同的 行業發炮 這個也是 中國大陸走到今天這一步失控的其中一個名證 我們也曾經分析過 中國大陸 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經濟 其實他在未來 十年八年 他一定是熬不住 但是 近日中國大陸的官方做法 告訴大家 他似乎不是想熬十年八年 他似乎 可能是說一兩年 因為他們做的事實在太過分 根本 就是把他 本身已經是殘缺不存 那個經濟 還有那個金融泡沫 他們好像想一手把他摧毀 這個真的是習近平的派系 以及習近平本人在中國大陸 實行的終極攬炒 我們相信 過去中國大陸 搞那麼多的金融 活動 稱霸世界 每一件事 在未來 他們已經永遠都沒有辦法做回 所以 大家 可以想像到 現在中國大陸的那種加速 是太快 會不會一兩年之內有巨變呢 現在如果按照這個加速法 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我們香港人可以做的就是繼續 只有自強不適 把握機會 在有需要的時候 可能他真的來得太快了 可能他還未準備好 有需要的時候 把握機會爭取 我們追求的東西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